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大家有一点你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扇甲的时候必须是失去装备去里的牌 比如我骑手有装备我直接手里扔掉这个并不能扇甲 必须装到身上才可以啊 也就是说你装到身上以后呃再发动这个技能就可以这个呃发发动扇甲 嗯当然了你在混合外别人差你的装备或者说你自己一目牛肉马或者顶装备都是可以的 嗯对吧呃这里注意他这个技能是初排阶段所以曹纯是非常非常怕被乐的啊 一被乐了就不能发动扇甲了呃冰倒不是很怕 嗯这个许优主攻非常强啊 曹纯的话如果形成完全体以后呃就是呃呃 扇甲都变成零以后他是摸五多出一张杀 这个单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能打得过的啊 以便是许优这么强完全体也是打不过的啊 就是许优打不过完全体的曹纯 但是完全曹纯没进完全体许优是可以打得过的啊 那看看本局比赛啊 然后还有这个黄龙岳你看这个黄龙岳对吧 就不像什么好人是吧 忠臣比较像谁啊忠臣比较像刘备不练师西纸才吧 因为许优这个呃主攻还是需要比较强力的忠臣或者补牌的忠臣啊 看本局比赛啊 啊这个聊天框大家也可以看看啊 哈哈哈哈 主攻主攻上还可能会打二张吧 二张就比较相反贼啊这个角面或者 啊反正要打估计也就是打二张 王毅估计也是反 因为我是内王毅不可能是中 啊王毅又不好打 所以他就打打二张啊 这个没什么问题啊 很正常啊 咱们作为那间第一回合以善以这个囤装备为为目的啊 你看这么多装备啊 当然你这个回合 就是扔三张装备是可以出张杀的啊 当然他出杀必须得有距离 不是说你随便杀谁都行 我扔杀旁边的人 啊当然第一回合不会说去扔三张装备 没有意义 你没有装在身上 你必须装在身上才可以啊 所以就把一些没有用的牌弄掉啊 也没什么可顺的 旁边一个王毅一个主 对吧 咱们就这主动顶装备并不是无意义的操作啊 因为这里你看山甲变成一了 就是可以保证你更快的进入完全体啊 你正常的武器是不会这么做的 瞎逼顶装备 这顶装备是为了发动他的技能啊 好看看黄龙岳 黄龙岳去打主啊 这个正常啊 是打了一下主攻 然后这个发现西日才是忠臣啊 好 一来忠就忠吧 忠他好像也不太愿意杀的样子 他表示给二张扔个牌 刷刷牌吧 杀西日才有点推不动是吧 不如跟二张刷刷牌 或者建立优势啊 可以吧 铁锁连环连一下 开始打 来雷杀啊 雷杀杀一刀啊 他王毅没有给他扔闪 王毅可能自己也没有闪吧 给他扔了他酒 还有个忠臣是谁 刘备嘛 挺像刘备啊 当然布莱斯也可以是忠臣的 吃了一个桃子啊 并不给顾啊 然后这边撸一下啊 他跳反了 他如果跳反的话 很可能刘备是忠啊 当然董云也不是不能当忠啊 董云毕竟也能补个牌 吴峰灯 好可以跳身份了 黄龙岳这个素质极差 说我刷卡 明明是禁卡是吧 好他也跳反了 那身份名了 齐活啊 齐活齐活齐活 齐活那就开始搞吧 看谁能搞得过谁是吧 这里我拿了个铁锁 我不需要装备了 我下回合就肯定觉醒了 随便扔个啥就觉醒了 杀一刀啊 好他这也表示无所谓了 反正牌挺多的 也不像王毅缺牌是吧 呃 哎 拆了个马还可以啊 要不然就是让这个 二张又得减了 所以乐刘备比较好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刘备和许优是能控乐的 所以乐刘备比较好 因为这反对已经齐了 对吧 除非你认为二张是忠臣的 二张就基本不可能是忠臣啊 他也没有给七材固正了 你说他装 没必要啊 关键是二张这个 给许优当中不是很好啊 两袖清风 好 两袖清风拆一下啊 洗牌 OK没问题 内袖外长 固正安邦 来操作起来吧 造作起来吧 过后拆桥 过后拆桥啊 疯狂的拆啊 都拆光 表示拆光了 你还能怎么样啊 拆光了一顿胖揍啊 再给贴个乐嘛 都贴个乐 那就不用不用打了啊 不过也能打 因为主中力依然很强 内也很强是吧 曹 曹纯是顶级内奸啊 这边刷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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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刷刷你刷你的啊 我看我的是吧 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看一刀有没有乐啊 有没有乐没有 并没有乐啊 有没有乐 你八卦阵是不是自己装一下比较好啊 不怕死吧 你看这也是可以控乐的 他给他个红桃闪 杀一刀啊 这许优可以控顶 所以这个乐是可以出来的啊 并不能乐住 还是乐留备好一点啊 说真的 因为这许优一旦出来 许优的能力我就不多谈了 这个出了很久了 强了一逼啊 主中反内都是强了一逼啊 这个曹纯呢 当主当内都是非常强的 当中当反 略慢一点 但是依然呢 肯定也是能排前三是这样的啊 只是略慢一点 这边这个许优这回合动 我怕是毁天灭地了 看来这回合能怎么搞 吃个好都吃满 顺一下 我感觉反贼怎么要炸了啊 可能只能剩一个董允和王毅了 董允和王毅他不太好操作 连起来这是要干嘛 九火杀 咱这边戏制裁也连着了 那就赌戏制裁 能出一个桃呗 崩四血了 崩四血 出了个桃还可以 天度了个桃不错啊 看看这一波能 能不能这个成功的戏制裁活下来啊 这个戏制裁如果活不下来就 要炸 要炸 还有一个桃不够用啊 还得再来一个 没有没有 那就裸奔了 裸奔了也没事啊 毕竟内奸非常强 依然可以控场啊 强势内奸就是有这个好处啊 咱这没办法 他只能赌 要不然他只能打死个二张啊 反正打的是比较拼的 说实话 这里摸三 摸三 由于我已经 就是你 你扇甲三 就是摸三 气三 扇甲一的时候 就是摸三 气一 扇甲零的时候 就不用气了 对吧 这牌气格杀啊 因为旁边是王毅 你也杀不动啊 尤其还是黄龙岳的 吊人 这边连起来 把这两个反贼干掉就可以了 弹死啊 但反贼有没有桃 我不知道啊 也可能有桃啊 这个很难讲 我等终究老矣啊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桃 有没有桃 没有啊 没有那就成功的再走啊 这个就非常强了 这里随便换个马 就下回合觉醒了 下回合就摸五 那什么了 这里注意啊 这里虽然说还有一中 一主 但是你看一看反贼的牌 十三张 再让他们新摸的四张 主攻是很可能要死的 所以咱们这里一定要给主攻传个闪啊 这里不要贪逼啊 因为你这个营变还是很大的 这局 而且你曹臣已经这个进入完全体了 单挑是不怕许优了 所以一定要给主攻传闪啊 木马给了就给了 不但要传闪 还要救刘备 因为你救了刘备就等于他去主攻要挡刀的 这这反贼是不敢不杀刘备的 因为不杀刘备 刘备包养 许优只能会更厉害啊 所以我不会去杀的 你们反正愿意杀自己去补刀对吧 刘备呢 替主攻扛刀 主攻不能死 只要主攻活下来 许优加完全体的曹纯 那完全可以打 这两个人都是能力超强的 好了 那这个刘备死了 挡刀完了 主攻这回合别死就行了 这里肯定不能让他顺奴木马 顺奴木马主攻有生命之威啊 不要贪啊 因为你这个能力非常强 根本不需要贪 这不需要别让主攻死啊 这里不怕拆牌啊 下回咱们一摸就摸武装 根本不需要 不过旁边有一个王毅挺烦的 这时候还不能去杀他 因为主攻状态非常不好 等主攻状态好起来 咱们再去干这个王毅 就不虚了 主攻去干东云 我一会儿就干王毅啊 主攻给我传回来 我也会给他传回去的 这里我肯定是不会贪的 善假立兵 由于这里是王毅啊 就杀不了他 除非我有具体才能多杀东云 我刚才是可以多杀的 但是就现在主攻状态不好 不能多杀啊 给主攻再传回去 咱摸了个减一 那就杀东云去了 没有就先待着啊 传回去传回去传回去 不贪不贪 主攻别死啊 主攻不死就行了 结果这个黄龙岳 这个吊人添度了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来看看王毅 主攻就先争取活着吧 咱们说快点 主攻顶住啊 不要死 结果这个木马被搞掉了 很烦 还被顺走了 好 他觉得许悠悠闪怕被控 控龙允 跑来杀我 你杀吧杀杀杀 那就杀我吧 行吧 咱们就别杀主 主攻又被冰了 那很很弹疼啊 主攻也没有动啊 主攻可能是会是两个闪啊 咱们继续摸牌啊 当然这里他又装了个加一马 又杀不到他了 只能杀王毅 还是不能杀啊 还是那句话 主攻状态回起来 咱们才去杀啊 先过牌 南蛮也不要了 没有 有东云 南蛮没用啊 南蛮短时期内 肯定是没用的 要有用也是等到冬云死了 那就很久以后的事了 好 继续杀 主攻应该是留了两个闪吧 所以也没动 对吧 技能都没法动 顶住 哎呀 这边来个冠师傅挺烦的啊 对吧 这个冠师傅给他搞掉 还好许优和曹春的恶人能力都强 要不然肯定打不过这两个人的 黄龙 不要吃东一刀西一刀的 你想干什么 你看曹春根本不怕没牌 根本没牌了 三分钟就补上来了 好 这里他复约就复约吧 就当自己发动个技能 你看黄龙岳不敢动的 连崩都不敢崩的 怕被我秒了 我真的是有可能秒了他了 这个曹春的多刀能力非常之强啊 好 一如反掌 好 主攻回到三血了 主攻回到三血的话 咱们就可以考虑干这个黄龙岳了 许优三血的话就不是很怕他了 好 有连弩了 干他 消他 主攻三血了就不怕了 就可以消他了 决斗 来崩啊 来啊 打我啊 许优三血的话防御力还是非常强的 崩 崩 不崩 有闪好 乖来弩 你有本事别崩连弩 好 他就是不崩连弩啊 就是投铁 他不相信我有那么多杀 好 还不崩连弩 就拆我手牌 行 拆光了 拆光我下位 还是能补满 根本不怕你啊 朋友 又不杀我了 杀许优去了 许优没闪 可能是因为那边有冠师傅 他就一张闪 我要防一下东宇 可以 没毛病 把我的桃子拆掉 顺手牵羊 九杀 其实我感觉 你拆我不如拆他 为什么呢 因为你 你看啊 你拆掉我个桃子 打九杀 你打九 你如果拆掉他 他闪打九杀中了以后 我就算出桃就 对吧 第一许优不能过牌 第二许优变成易血了 所以我认为拆许优比较好 好 都已经扑到主攻片 乐我了 觉得我厉害了 确实我很厉害 曹春就是这么厉害 这个许优的话 当然可以控乐 但他看他愿不愿意控吧 这个就不知道了 十个桃子 继续搞 搞起来 好像是空了 红桃 红桃乐桃 对吧 好 咱们继续怼这个黄龙岳 给黄龙岳打他 生活不能自理 就怼他 你有本事别崩脸弩 你有本事别崩脸弩 就一下 看他崩崩 别崩脸弩 你看 还是怕了 是吧 你看就 曹春真的是 太强了 就完全体以后 就没牌 没牌就不补上 他们又补满了 好 这里他已经觉得 必须杀主了 开始高主 主可能还是有闪 在防东远 冠石斧他不愿意闪 胖揍黄龙岳啊 就过瘾啊 胖揍黄龙岳 打了多少点输出了 就墙上王毅都不虚的 好 下个个 他们准备带飞他 传个木马 五个牌 你说 也就是许优和曹春烈啊 要不然对面两个人贼恶心 打也不好打 他们不吃这个群体将紧囊 东远也就是怕杀而已 王毅还不怕杀 我们两个这个武将强啊 开干啊 对 所以他怼王毅 怼东远 他对于许优来说 他是比较希望能收掉东远的 比较希望能收掉东远 当然这里 我有距离 我也可以考虑打东远 也可以打王毅 由于这边刚才是打不到的 现在他要加一马没了 那可以考虑打东远 这里去顺他 看他敢不敢崩 他不敢崩 咱们就把他木马顺过来 对吧 不敢崩就把他木马顺过来 我觉得反对可能还有桃 杀了王东远 省得这个王毅跑来崩我 有桃的话 对吧 你不用崩我 你自己吃桃啊 这里就不给主攻传了 主攻的状态已经非常好了 接下来迎面已经非常大了 即便是让主攻把反对带走 他也只能带一个 带东远 王毅是肯定崩死的 单挑的话是不需许优的 反对还在继续尝试最后的推主 反对现在 就现在这个局面 反对已经 说实话已经赢不了了 他不可能打过这几个人啊 当然这边 桃子倒是挺多啊 水果挺多 茫茫的多啊 是不是 好 许优就是尽快收掉东远了 不是不收东远 也不好打 他尽快收掉东远 就回到四血看看有没有机会吧 只能这样了 阿满有我良计 这个许优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这里也不管他了 他愿意收他收吧 他收了 他收了东远 我打死王毅就可以了 然后单挑嘛 对吧 杀掉啊 东远这回是扛不住了 收掉 看看能不能回到三血啊 这个牌不能让他拿了 这个牌不能让他拿了 我要拿顺手了 我要动手了 要杀人 那就杀我一刀呗 无所谓啊 杀吧 敢惯吗 你肯定不敢惯 你自己还要死啊 这有闪电 闪电肯定要顺的 这许优 唯一的优势是能控闪电啊 这扇甲 白嫖三张 你看这个牌非常的凶寒 先把闪电撸了 而且还能多杀他一刀 白嫖一刀 闪电先撸了 闪电必须先撸了 然后去顺这个王毅 看他干嘛 崩 崩崩 下御山河 此生何惧啊 一挑我南蛮就行了 正常用爱 拆到南蛮也应该能打死 结果他手里全是淘酒 这个人牌非常的好啊 但是还是要被我带走了 带走的话 我就不收人头 不需要收人头了 打许优的话 一般的将你就打不过许优的 即便是这个状态 你也打许优 回到凉学 你就打不动了 但是曹崩是不怕的 曹崩完全体质 可以完全能打得过许优的 这个决斗啊 杀比较多吗 还是有桃有酒啊 有没决斗过 有个桃 还这里怎么说呢 就打得比较拼了 可以吃桃回到凉学 但吃桃回到凉学 说实话也打不过曹崩的 曹崩非常非常强 你就摸又摸五张 就还有白瓢一刀 好连赢 这里酒杀了 防止连赢到桃酒 太强了 爽啊 还真连赢到桃了 我的天哪 还真连赢到桃了 这把反正怒干黄龙月 一个王毅 你看 那么多桃酒 都生生被我怼死了 怼了两回都给怼死了 咱们再看第二局啊 第二局也是我打的 这个哎 夏家怎么又是黄龙月啊 熟悉的味道是吧 也主攻选了夏侯敦啊 这个内奸啊 这里面 内奸比较优质的 曲优啊 诸葛瞻啊 对吧 什么唐姿啊 都还可以啊 那天我好像是刚开出诸葛瞻 所以就选了诸葛瞻了啊 诸葛瞻当内奸 也是非常好的 也非常强啊 单条非常强 感觉是匠面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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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 相当于高级版的刘备啊 有防御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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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哪怕给一张 对吧 也 也可以做中的 这种 就肯定都不能 不能做中的 这里比较像中的是 徐氏和 陈群啊 徐氏和陈群和 介夏侯敦都有非常不错的配合 可能这反对这三个 起码差不多了 上下来的忠诚那边 徐氏和陈群都是跟这个 介夏侯敦非常有 非常良好的配合 看来介夏侯敦 看来会不会问卦 赌一下 徐氏的忠诚 没有直接跑来忙我了 你杀张秀去啊 你不杀张秀 你 对吧 张秀这个人就一看就不像是 什么好人 对不对 你要不你就打黄龙岳 你打我干什么 黄龙岳这个人 这一只脸鼻鼻 先摸他一下 摸一下 好 不让我摸 不让我极杀他 还敢反杠是吧 先问个挂 不给我 不给我他是反 不给我就是反了 没啥用 竟然有闪 有闪就闪不闪 对了 这个诸葛战技能是不是有朋友 还不知道 给大家稍微说一下吧 两个技能 一个结束阶段 你可以观看排队顶的三张牌 你满足每以下一项 便保留一张啊 一个是你与死为何那造成过伤害 我刚才没造成过伤害 二你与死为何那位气主过排 好 我没气过 我没气主 数牌数为全场最少 好 最少一 所以这里我可以摸两张啊 然后你如果都不能摸 你就可以关心啊 就是如果你都不满足 你与一名其他角色持续一点体力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你都不满足的时候 你选择了发动罪论 你就必须跟一名其他角色 同时失去一点体力 或者你选择不发动罪论 也就是说你不能看排 那你就不用发动 那个不用跟别人一起掉血 锁定计 你每回合第一次成为杀货决斗的目标 或论你的手牌数小于等于 该角色此牌对你无效 也就是说 手牌数比他多的人 一般是比较难杀得动他的 防御力还是可以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刚才我满足两项 所以拿两张 而且还能控顶啊 很好玩 这个将我跟大家说啊 这个诸葛瞻我玩了好多把 这个诸葛瞻的操作感 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将非常好玩 你玩就知道 手感非常好啊 好 看这个徐晃 徐晃就起码 那陈全应该是中了 那这两个是中了 好 这个右面小剧场总是很精彩啊 这是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这个徐晃 这个人 哎呦 素质极差 又跑来逼我了 这边他去找这个张秀刷牌 这个张秀刷牌还是很厉害的 大家总觉得张秀的技能是 主技能是雄万 其实他的主技能 重建啊 也非常厉害啊 好 趋吉避害 杀一刀 OK 没毛病啊 反对已经够了吧 这杀陈群嘛 这只能剩下一个陈群 当中非常优秀了 因为陈群的话 他比较缺牌去这个定品 他跟那个 跟那个夏侯敦 你给夏侯敦补牌的话 再给他把牌 就比较用起来比较好了 好 操作起来吧 来吧 请操作 请做出你的操作啊 无懈可击 搞起来 再继续定 定定定 定定定 配合还很好的 这个佐茨亮了个技能的化身 这边他去帮佐茨刷一下化身 OK 没毛病 身份已经明了嘛 刷一下化身 白嫖一个化身有十倍 看一下 泰克兵 这边磕狂的莲莹 还有个乐 乐住这个张秀啊 很好 不乐张秀 张秀恐怕要把陈群就直接秒了 连上 他这边会去砸这个十倍吗 说佐茨也是攒子大 不怕这个被砸 我的天哪 这边挨着诸葛克 诸葛克好像没砸啊 诸葛克觉得我是中吗 觉得那边是内吗 不想砸吗 我不知道 可能吧 他也看不出谁呢 说实话 钱财乃身外之物 搞 搞 看谁更厉害 全连起来 我的天哪 挨一刀 最后我能动吗 我被冰挡有点烦 好 打无蟹 他们又无蟹 继续反无蟹过来 不许出来 这个夏侯敦是胆子大 敢裸奔 那边有古顶刀 不怕被别人搞走吗 不是 被张秀万一出来搞走了 洗刀爆了你 当然张秀跟夏侯敦刚也是死磕 这个牌就非常弹腾了 这牌就非常弹腾了 好 这里由于我是没有气牌 所以只能看一张 然后可以空它 按上摸两个红 你不是喜欢冰吗 还冰不冰 给你打红 你自己去操作去吧 好 手里一个负一 一个红杀 我知道 但是他问挂了 我就不知道是啥了 切不可逆天而行 好的 并没有斗 并没有动 那我估计他可能没闪 因为他 那股官长牌挂上来 就正好张闪 我不行 好 杀过去 陈群继续跟主攻刷牌 对吧 他最好是给主攻补三 比较好 然后把主攻可以合力的分配 取材复制 论能行赏 陈群也把自己连了起来 这里反贼 主攻就连了一大片 挺多的 难道一会儿这个左辞要菊花刀吗 敢不敢那么打 那么打就有点凶吧 说实话 也给这个 给这个拥有技工的左辞 好 怒拆张秀 还是怕张秀抱他们 我觉得这个人 我觉得这人素质极差 好 顺利刀杀一下 刷个化身 他们是不是真的觉得左辞是内 确实左辞是坑向内 不该顺 按正常来说 不该顺左辞 左辞马上要动了 看左辞怎么打 好 左辞觉得这没什么可出的 真的去暴局去了 这也太狠了 当然这个对我来说很好 这一下都忠诚反贼全掉血 那挺好 我觉得挺好 好 反贼表示也挺好 都很满意 他都满意 都满意 我下回和九杀带走这个许晃 斯迪 斯迪 斯迪好 斯迪斯迪斯迪 斯迪是能恶心的 斯迪真的能恶心 斯迪一个黑 他进攻牌打不出来 这斯迪经常是一旺的 而且特别恶心 他一斯迪的话 你斯迪一个黑 黑牌打不出来了 你一选斯迪一个红 你就吃不了头 反正是贼恶心 你别看你玩陶尊之后 觉得挺弱 真突然给你化身 这个还挺恶心的 石中天阳 保护你保护不了了吧 恐怕 他要不要秒陈群呢 看看吧 秒夏侯敦估计有点难 是吧 哎呦 怎么又给我乐住了 拆一下 没杀吗 断杀的样子 要不要他应该秒陈群 是吧 真的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给我乐住 但是并不能乐住 好 这里由于陈群也快死了 咱们去搞一搞反贼 先去决斗诸葛克 尝试一下决斗排队 看看能不能决斗路 看看能不能决斗路排队 不过诸葛克 就显到说这话有点大疼 你八二位想诸葛克 你砸夏侯敦吗 你能砸得动吗 脆皮主 你八二位诸葛克反刻意 夏侯敦你能砸得动吗 好 并不能 九杀这个徐晃了 这个拆留一下 因为你拆 你也不一定能拆到陶 拆徐氏 徐氏没陶 刚才求到了 求到了张秀最后一个陶了 徐晃没有闪 干他 这个黄龙月又被我干死了 黄龙月又被我干死了 闪电挂起来 我能徐氏能控闪电 我也能控闪电 他批不了我 他可以去批别人 但是我能控 对吧 把这些装备下一下 以防自己一会不好杀 好 这位我守白处不是最少 但是我造成过伤害 也没气盘 所以摸两张 挑两张 好 那这边继续用黑色私敌 他让他不能进攻 用黑色私敌 他的话就是他 比较难进攻啊 只能双黑杀红杀 红杀一刀 有没有桃啊 诸仲 诶 有个桃 救一下他 这个就很恶心了 好 开了个桃园 表示稳定一下吧 好吧 这个桃园对我来说 也不好了 刚才一个菊花刀 我感觉很爽 那开了个桃园 就很不爽了 好 他私敌了 黑的盾都装不了啊 好 再配合 拼 黄龙岳 你看开始嘲讽人家 你看这个人 喷人家八号 八光 陈群和夏侯敦 这个配合 还是真的很不错 先人之力 朝于世间 来来来来来 一人一口 杀一刀 壮士当场大风哥 当然这个闪电有风险 有可能我被批啊 为啥呢 有可能这个张秀摸到叛丁牌 就把我批了 我觉得张秀 你裸奔 你能摸到叛丁牌 我认了 我真的是 你裸奔 你还能摸到叛丁牌 我真的是认了 是吧 那慢入戚 你这不怕被刚死吗 这个差点被刚死了 好凶险啊 差点被刚死了 不过他如果刚死了 张秀可能就不会批我的 批了我 他们打不过主中了 好 看看这个诸葛克 能不能被下火堆砍死啊 不要 吴忠生有点厉害 吴忠生有点厉害 九杀 要杀诸葛克吗 可以杀诸葛克吧 对吧 好 那他死了 他死了 老化仗会肯定不会批我的 希望打不过了 这边他还救一下 堵一下排队还有的什么 堵一下排队 排队还有陶酒 但排队并没有了 这下收了 就很爽了 好 黄阳这个人 怎么数字这么差 他天天天远远 怪别人 好 这里他肯定不会批我了 批了我他们打不过了 而且他摸两张才能摸到啊 对不对 至少你还是去批他们去吧 顺手天阳 他还空了让排队顶啊 他还保护一下我 好在这边觉得陈群不能再活了 陈群再活就打不过了 所以把陈群给秒了 好吧 陈群握着两张闪被秒了 张秀就是这么霸道啊 现在咱们可以考虑空一下场了 看看这个牌怎么打 可能要被撕离啊 不撕离我啊 我以为要被撕离恶心了 那咱们就火攻他 看能不能打 如果能火攻打死他 咱们就决斗死这个局势 这个就差不多了 但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我不太敢打 就是我必须得把他俩都打死才行 要只打死一个的话 他闪电会披下后盾的 要火攻能打死他 决斗打死局势 那就差不多了 那没有的话我就不动了 杀我也不想出啊 出个杀没啥意思啊 出个杀没啥意思啊 然后那就 由于我这回合 既没有造成伤害 也没有 那个啥 也没有那个 就是 你叫啥来着 呃 这个 手牌数最少啊 所以这里就是 比较体力 体力流失谁比较好啊 打死局势 我们要打不过了 打这个 佐茨 这个主攻要被劈了 所以我流失了一下 夏侯敦啊 夏侯敦 血现在比较高 给他流失一下 控一下他的血啊 行吧 然后这个 刚才给徐氏关了一个 嘉义玛一个闪电啊 让他也别去杀 杀主啊 当然他这里会被这个 佐茨恶心的 佐茨又给他恶心了一下 他只能自己吃了个桃啊 吃了个桃 他放了牌堆底了 好像是没有闪电牌令牌 木有闪电牌令牌 这里他如果有 他会批这个佐茨的 对吧 就省得他批主 怕他批主 批主就不太好了 好 结果他来了个鲁大师 怎么能打死徐氏 哎呦 徐氏没找到闪 那我就不救了 不想救他了 不想救他 救他不好控了 我自己 就会吃满了 接下来反正 他走了 就是闪电 就是我说了算了 是吧 闪电就是我说了算了 不这边这个 斯敌是真的恶心 一会儿 刚才他没弄我 是因为有反费 他一会儿又黑了斯敌 我 我的决斗打不出去了 特别烦 那就只能一会儿靠闪电了 是不是 看看诸葛关闪电的能力如何 是吧 好 这个人也要被恶心了 还得被挨一刀 还得被挨一刀 你知道吗 这是最恶心的 好 这本来打死他了 他 那就找闪电呗 对吧 杀位刀 杀位刀挺好 杀位刀正好正好 我不用弃牌了 不用弃牌 我可以怪一张牌 但没有闪电牌 没有闪电牌 我把冰凉打了 不能让他冰我 冰了我对我来说很不好 别的他随便 下回渊救你 有没有下回渊 没有 那就继续鲁肃吧 继续鲁肃吧 并不能批 不能批就等着呗 总有能批的时候是吧 但是这个张秀很可能要死 这不管了 我这无蟹留着无蟹自己闪电了 这个张秀我已经管不了了 管不了了 拆吧 别拆我无蟹啊 好 杀一刀 杀就杀吧 行 杀就杀 张秀可能要去了 张秀去就去吧 我靠闪电赢 对吧 我靠闪电赢 而且这个诸葛詹单挑夏侯敦是不虚的 因为他有那个体力流失 过牌量比夏侯敦大 找桃能力强 然后就跟他对报就行了 你这体力流失抱他 前期先养一养 找找桃子什么的 好收掉了 来 这回合能不能找到闪电判定牌就非常关键了 你给自己打无蟹啊 不能自己被批啊 拆也被批 好 不好个体验索 那直接连起来 争取权搞死啊 这注意啊 不能兵啊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我这里没有造成伤害 呃 第二 这个 我这个 对吧 守牌数不是全场最少 是吧 我如果兵了以后 我如果兵了以后 就是全场最少了 全场最少的话 那样我就说 既没有气牌 也是全场最少 那样我要摸两张牌 摸两张牌 也就是只能控一张牌 控一张牌就只能控那个冰凉了 就只能控冰凉了 不能控闪电了 所以不能兵 这里只能赌有闪电判定牌了 要不然 在拖一轮打不过了 所以这就不 就直接那什么了 哎 你看正好 要不然兵的话 你只能看到兵 你看不到闪电判定牌了 这里正好有个闪电判定牌 拿走 游戏结束 除非他有什么能 破解闪电的化身 先人之力 朝于世间 这些劈死 好的 那就成功的带走 又吃鸡了 主红还有一个桃 挺好 这个诸葛战也是手感非常好 这个非常强大的内奸 现在这个内奸 白板那天真不行 你就得有强大的控场能力 包括强大的个人能力 白板那天 白板那天说白了 就是你只能赌 三个 主中和这个四个反对 势均利益 你能偷个机 对吧 你要自身强大才可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朋友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